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即将进行公投的C提案 也就是游民经费提案规划 未来位于旧金山的公司 每年的盈利如果超过5000万美元 就必须缴纳5%的利得税 给旧金山市政府 作为市府协助游民的经费 C提案如果过关 估计每一年可以为旧金山 筹措3亿美元的经费 用来为游民兴建可负担房屋 协助面对逼迁的租客 同时提供游民精神 医疗和戒毒服务 每年盈利超过5000万美元的公司 大多是高科技 财务和房地产公司 旧金山市长Londonbury公开反对C提案 他说旧金山市府已经不断推出新计划 要改善游民问题 C提案将会迫使企业出走 减少就业机会 减弱旧金山的竞争力 Salesforce执行长Benny Off 是少见一个支持C提案的公司负责人 他说他每一天上班都会在路上看到许多游民 他不介意让公司多付1000万美元的利得税 协助游民脱离困境 不过像Benny Off一样的公司负责人不多 旧金山已经有许多家高科技公司总裁表态 反对C提案 也有市议员带领群众集会反对这项旧金山史上最大的增税案 然而医界也有话说 有医生也走上街头发表看法 他们说到医院就诊的病患 大多是没有能力购买医疗保险的人 他们总是等到有疾病了才会到医院 这其中有很多人是游民 他们病好了 出院了 但是又因为没有地方休养 最后又回到医院 形成恶性循环 再来看另外一个引发群众反弹的提案 Song Jose 联合学区为了留住老师 计划将部分学校用地改建成平价住房 专门提供给老师居住 这个消息把许多家长气坏了 学区举办公庭会 结果来了上百名抗议的家长 反对最激烈的是住在Amandi Valley的家长 因为当地有一所高中 一所国中名列改建名单中 已经有超过上千名家长 在网路上联名反对 反对的家长说 学区要在学校用地上 兴建平价房屋的想法太荒谬了 不但会拉低房价 学校以后还要签一部分校舍 地点太远 很多学生无法走路上课 家长开车接送孩子 也会造成交通问题 感谢收看 下次见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